接著我們再繼續請教洛媒就是 昨天王玉琦在南京中山林夜林的時候 他在花圈上面署名的是陸委會主委 那麼紀文呢開頭就是民國103年 在廣場上發表談話的時候 特別提到了中華民國已經103年了 而且昨天晚上在南京大學里演講 他也特別去闡述民主自由的價值等等 你在現場採訪請問你的觀察就是 你覺得這些都是特意準備好的嗎 我們預設目的是什麼 我想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包括在王玉琦到大陸這邊來 要提什麼字寫什麼字說些什麼 包括兩個人的互稱的官銜 我想這個是在出發之前 兩岸都已經有一定上的一個共識 因為其實對我方來說 王玉琦在出去之前 已經在台灣內部是有承受到很大的壓力 包括立法院民意來自很大的壓力 你今天出來一定要強調 我們的一個對等預警跟尊嚴 所以今天如果他踏上大陸的土地 他要是不談中華民國 肯定會回到台灣 肯定會受很大的一個踏罰 那兩岸很多事情也都沒有辦法 很多事情也因為卡在或許是台灣內部的民意 或者是在野黨的一些關係 很多事情也談不下去了 所以我相信我們我方在出發之前 一定也很把我們這樣的一個想法 很清楚的傳達給大陸知道 所以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大陸他在這方面 他能夠給予一個空間 讓我們做這樣一個陳述 因為他很清楚 如果兩岸的交流要繼續下去 勢必就是大家必須要有進有退 才有辦法兩邊一起走下去 所以我想這個事前是肯定都已經說好的 那至於這個目的當然是 其實目的很簡單 就是兩邊都希望兩岸的交流 能夠繼續談下去 那這也是當然是馬政府一個 尤其是在馬總統 其實剩下最後的這個任期內 他很重要的任內 要必須推動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